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10月14号 北京解放军突然宣布 在台湾周边展开大规模的围台军事演习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表示 10月14号 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区 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 在台湾海峡台岛北部 台岛南部台岛与东展开联合力剑B演习 重点演习海空战备警循 要港要以封控对海对陆打击 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施战能力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特别强调说 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进的强力震慑 是捍卫国家主权 维护国家统一的正当必要行动 在此之前 台湾总统赖清德在5月20号宣布就职之后 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在5月23号到5月24号 也在台湾周边展开过两天的 联合力剑2024A的军演 当时中国大陆国台办声称 那次的军演是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 谋独挑衅的坚决惩戒 也就是说这一次联合力剑2024B的军演 就是延续5月份上一次联合力剑A的军演 是再一次对赖清德要进行震慑 如果是上一次解放军军演是针对赖清德5月20号的520讲话 那么这一次军演就是针对赖清德在10月10号双十国庆讲话 特别是不久前赖清德还提出 中共北京国庆75周年 而台湾中华民国已经是国庆113周年 所以从年龄来看 北京不可能是台湾的祖国 赖清德这样赤裸裸的台独言论 就让北京大为恼火 所以再次举办大型的军演 要震慑赖清德 让他不敢乱说乱动 对于解放军的围台军演 台湾国防部表示强烈谴责 指责北京的行为是不理性的挑衅行径 但是台湾军队并没有做出特别的针对性部署 因为北京这种吓唬人的军演 台湾人也习惯了 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 并没有人感到很恐惧 从解放军公布的军演地图来看 这一次联合力舰B的军演 和上一次联合力舰A的军演 范围是差不多的 估计军演的内容也差不多 不会有实弹射击 只是闹一闹 吓唬一下台湾人就算了 稍有不同的是 这一次解放军出动了 辽宁舰航空母舰编队 来参加这一次联合力舰2024B的演习 解放军出动航母编队 显然是针对美国的 因为中国大陆离台湾其实也是相当近 根本没有必要去出动航母 而美国离台湾很远 必须要出动航母来保护台湾 所以这一次解放军出动航母编队 就是要警告美国 不要干涉台湾的事情 1949年中共在北京建政的时候 当时不少人向毛泽东提出建议 不要改国号 继续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 这样中共政权会更有正统性 据说当初毛泽东对是不是改国号 也感到很犹豫 因为不改国号的话 那么中华民国的一切 都可以很简单的继承过来 特别是领土 如果不改国号 那么中华民国的领土 就自然而然就可以继承过来 一旦改了国号 成立一个新的国家 就会出现新的领土问题 就要和外国重新谈判领土边界问题 据说在毛泽东犹豫的时候 一位清朝的遗老 对毛泽东讲了一句话说 如果不改国号的话 就没有太祖高皇帝了 这位遗老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是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 毛泽东的地位 就永远超不过孙中山 毛泽东听了这番话 才下决心改国号 不过据说毛泽东 晚年后悔改了国号 他感叹说后悔当初起了另一个国号 一个中国搞成了两个 现在的台湾问题根本上来说 就是毛泽东改国号引来的麻烦 如果不改国号的话 那共产党取代国民党 只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权更迭 并不是换一个新国家 如果台湾和大陆双方都自称是中华民国 用的国旗国歌都一样的话 那不仅是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会变得很简单 奥运会上奏国歌什么 升国旗也都不是问题 而且呢 如果是毛泽东不改国号的话 那大陆和台湾如果都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 台湾肯定是很吃亏的嘛 所以呢 如果大陆和台湾都使用同样的国号 使用同样的国旗国歌 那么台湾如果说它要自称是另外一个国家 那台湾必须就要另外搞一套新的国旗国歌 如果台湾搞了一套新的国旗国歌 在国际上不被承认 自己也很尴尬 而大陆改了国号 换了新国旗新国歌 台湾就可以继续沿用中华民国的国旗国歌 就省了很多麻烦 而且台湾也自然而然变成一个独立国家 也不用特别宣布独立了 所以毛泽东晚年也很后悔改国号 让台湾问题变得非常复杂 也给北京政权制造了很多麻烦 现在台海局势十分的紧张 人们也很担心 台海双方会不会真的打起来呢 现在看来双方打起来的可能性突然增加了 台海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突然增加 是来自北朝鲜 因为朝鲜现在开始蠢蠢欲动 准备要对韩国要动武了 10月9号 朝鲜人民军表示 从即日起完全切断与韩国相连的朝方的公路和铁路 并进行防御设施的要塞化加固工程 韩国军方也表示 朝鲜军方在非金市区的朝鲜一方 大规模的布施地雷修建屏障攻势 就是要进行战争的准备的 因为现代化的战争需要像坦克火炮 这种各种各样的重型装备要进行运输 而且还需要大量的弹药后勤供应 这些装备运输和大量的后勤供应 都严重的依赖道路 只要切断了道路 对方的地面部队就很难发起进攻 这次的俄乌战争战场上 就充分表现出来道路的重要性 在2022年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乌克兰的道路没有被破坏 所以俄罗斯军队在几天之内 轻而易举占领了乌克兰大片的领土 后来乌克兰的道路基本上都被破坏了 所以俄乌双方的军事行动进展都特别的缓慢 一天战线能够推进一两公里就很不错了 因为道路被破坏之后 重型装备弹药运输就变得很困难 战争就会变成一个持久战 所以现在的俄乌战争也就证明 一旦道路被破坏的话 那战争就是一个持久战 不可能变成一个速战速决的速决战了 所以现在北朝鲜方面完全切断 他们和韩国的铁路公路 并在附近埋设大量的地雷 就说明北朝鲜不想进攻韩国 而是要阻止防止韩国的进攻 因为北朝鲜军队的武器装备比韩国落后很多 特别是后勤运输能力也很差 他根本就不适合打一场进攻型的作战 所以北朝鲜的想法就和当年毛泽东想法是一样的 叫做诱敌深入 要把敌人引到我们国家内部来打 北朝鲜这样的独裁国家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他不怕把国家打烂 只要把敌人引到国家里面打烂 他也不怕 所以当年毛泽东也是想制造一场人民战争 在朝鲜战争时候就要把美军引到中国大陆境内来打 这样可以诱敌深入 可以全歼美军 但是美国没上当 没有打进中国大陆 所以毛泽东的人民战争计策也就失败 那么这一次朝鲜也是想要引诱韩国来进攻朝鲜 要诱敌深入来歼灭韩军 那么朝鲜为什么现在突然想起要采取军事行动了呢 这个和美国大选是密切相关的 如果这一次美国大选是川普当选的话 那金正恩觉得和美国还是有缓和的希望 如果是哈里斯当选 那金正恩就觉得绝望了 所以呢 金正恩就要用他的办法来帮助川普当选 帮川普当选的最好办法 就是和韩国发生一场有限度的武力冲突 一旦朝鲜和韩国真的打起来了 美国选民就会感到战争的恐怖 就会认为川普当选才能搞定金正恩 哈里斯是根本搞不定金正恩的 所以从美国的国家安全角度来看 美国选民就有可能更倾向于选川普 所以在美国大选之前 北朝鲜就开始蠢蠢欲动 为了侦查北朝鲜军方的动向 韩国就派出很多无人机进入朝鲜境内进行侦查 已经有无人机飞到了平壤上空 对此北朝鲜强烈谴责韩国的无人机飞入平壤上空 韩国国防部也做出强硬的回应 说是如果北朝鲜危害到韩国国民的话 北朝鲜政权将会终结 但是对于战争来说 民主政权和独裁政权相比 民主政权是出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 因为韩国是民主政权 韩国不可能主动向朝鲜发起进攻 第一枪必然是要北朝鲜来打 那这个第一枪什么时候打怎么打 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北朝鲜一方 韩国就很被动 但不管此说 现在北朝鲜和韩国发生一场有限度的军事冲突 可能性是越来越大 一旦北朝鲜和韩国发生军事冲突的话 就会大大的刺激北极习近平 他们也要对台湾动武了 因为朝鲜半岛再次爆发战争的话 美国的力量就会被吸引到朝鲜半岛 就顾不了台湾了 这时候北京就可以趁机 对台湾也发起一场有限度的军事攻击 所以一旦朝鲜半岛发生军事冲突的话 台海发生军事冲突可能性 那就非常大了 现在我们只能说 但愿这一切不要发生吧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